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今天迎来了新篇章 为了提高物流服务效率 我国和中国联手开通海铁联运项目 致力为国人提供覆盖全球方便快捷 而且绿色低碳的运输服务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对于这项合作表示欢迎 今早10点45分 首趟海铁联运专列从吉隆坡启程 一路向北直到玻璃市周的巴东雾沙 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中原海运吉运公司和马来亚铁道公司联手合作 落实海铁联运服务项目 为马中两国的互联互通以及经贸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这个项目将覆盖西马主要区域 并连接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579个港口 铁路运输路线从最北部的巴东雾沙 到最南部的若福星山 至于海运方面 每个星期都有几十艘集装箱船 停靠在马来西亚的各主要港口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天出席首发仪式时指出 海铁联运充分结合了铁路服务 覆盖内陆运力大 运输稳定和经济环保等特点 优化运输路径的同时也兼顾时效及成本 一站式服务将为更多企业提供便捷和优质的物流体验 陆兆福还补充 铁路运输不仅能大幅提高装载的货物容量 同时也减少大型货车在公路行驶 而引发的种种危机 无疑是一项双赢举措 我们要保持车在公路行驶 另一方面,中国驻马大使馆唐瑞公使也提到,马中两国有着深厚且长青的友谊,在建立邦交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都是我国最得力的贸易及投资伙伴,而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更是屡创新高。 这次马中两国合作不仅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推动改善国家整体的交通运输,造福我国人民。 马兴社电视实际记者卓斯宁采访报道。